欢迎来到欧西度里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日文教学 时时观察和阅读笔记 欢迎订阅并分享 这次要和大家分享十二星座 黄道十二宫 以及与占星运势相关的日文 十二星座在西洋占星学中 称之为黄道十二宫 黄道十二宫描述黄道大象 仍为划分的十二个均等区域 与实际的星座位置并不一致 但是在占星学领域上 使用这些区域作为天文学上的黄道星座 让我们一起学习相关的日文吧 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 黄道十二宫 五道十二宫 五道十二宫 母羊座 雅羊座 白羊公 白羊羽 白羊羽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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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羽 巨蟹座 蛤蟻拉 巨蟹座 蛤蟹拉 獅子座 獅子叉 獅子座 獅子叉 侍女宫 天秤座 天秤座 天蝎座 天蝎公 天蝎座 射手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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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马座 真白座 摩羯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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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手座 水瓶座 水瓶座 宝瓶座 射手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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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恋爱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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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得来投缘 爱笑个意 爱笑个意 不合没缘 爱笑个罢了 爱笑个罢了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 若您喜欢欢迎订阅并分享欧西独立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谢谢